第 尋尚思 原則組 結唱了嗎? City Steven 梓慧 姓其龍 下週四節錄 尋尚思 平常組 今天這個積積服積積呢 我們這個厲害了 吃著這個 阿屎的Train 也要過了 講那個中產呢 其實我們今天想找一些中產的東西 就是從事講完之後 我們打算提升我們自己的格調 法國電影? 就是我們講法文? 不是 我們遲些可能會找一些法文導師 看看會不會找到一些法國電影導演 但是講廣東話 是 或者教大家Daravu 那些 是 是 不過之前呢 咖啡比較容易接觸 是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個 咖啡師學校的校長 是 就來跟我們聊聊天 是 而Steven 呢 咖啡的生命裡面 當然是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是 尤其是冷的那一隻 和不走糖不走奶那一隻 是 熱的 是 冷的很少 不過不走糖不走奶是真的 是真的 至於Tity呢 咖啡在你的生命裡面 有沒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呢? 都有 雖然我不是中產 但我每天都喝咖啡的 尤其是早上回到晨光的時候 都一定會喝了才 呃 才舒服 還有時間要喝 你回到晨光那時候 這些不是叫中產的生活嗎? 不是 我是帶回來沖的 你知不知道 你一定是在直播室外面沖的 當然 直播室裡面是不可以喝東西 不可以沖咖啡的 很重要 是啊 我們今次就是 我有個雞腿骨在那裡 為什麼 誰剛剛做完節目 上手 哇 開玩笑而已 對 那一刻就是 那是雞腿骨的道具 對 對 所以我們今集 你聽我說 今集呢 怎麼聽你說 找了一個咖啡師 來跟我們做訪問 不單止是一個咖啡師 即是我們講咖啡師的時候 你可能會說 哦 就是那些拉花很厲害那些 是 就是那些 蔥奶茶很厲害 那些 Cappuccino很厲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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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搞到那個咖啡機 BB 不是 因為我們呢 我們的目標就是朝向中產 所以我們今天訪問的這一位 不單是一位咖啡師 應該他的正式的頭銜叫做 精品咖啡師 嘰嘰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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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不過每個人都只有24小時一雙手 一輩子人 試得多少份工啊 沉上司 認真做 陪你酒房72行 包你聽得舒適 不做 都會聲 嘰嘰伏嘰伏嘰 沉上司 認真做 紫維今天開正你那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請了一位低調的大人來 低調呢 我就真的很適合我河車的 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很低調的人 是 第二方面呢 就是因為今天呢 我們請了一位很低調的咖啡師學校負責人 他真的很低調 所以他的名字呢 我們只是說一次半次 我們真的不想 他違反了他本身的原意 因為 嗯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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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就是一個咖啡師學校的負責人 其實你為什麼去教這麼多學生呢 那當然我們 首先 我們開頭開這間都不是因為要賺錢 最重要 不要虧錢 這個是大錢 但是我們都不是說用來 就是主力 要賺錢的地方 因為我們希望 就是把一些真的咖啡的文法可以推廣到給一些 即是理想興趣班的朋友 嗯 這個是我們想教他們的東西 那我想問一下Ella 其實咖啡師 是不是就是負責沖咖啡 就是我們在店裡看到負責沖咖啡的人就叫做咖啡師 對 其實怎樣為之一個咖啡師呢 就是他的工作是怎樣的 對 對 咖啡師首先你要懂得沖咖啡師 但是你說咖啡師合力真的只是沖咖啡呢 這個是我亦都很想告訴大家 不是的 咖啡師那還有什麼 他還有沖咖啡之外 那喝咖啡 喝咖啡一定都要啦 你做咖啡師 你不喝咖啡 你就不會知道你自己出份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控制自己出份 那你有看到一杯咖啡呢 其實 對 對 對 這個我看 我都留意的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每次都喝一杯 通常我們做咖啡師這些 這一行的職責就是我們去paste 就是我們不喜歡喝很多的 喝兩杯 你已經試到味道好還是不好 其後來的客人 我們知道怎樣去adjust 我們咖啡的味道 這個就是我們的職責 另外就是說 沖咖啡以外 在一間咖啡裏面 人類洗手間的 有很多叫做 杯杯碟碟 其實一個咖啡師是需要 做你眼前所見到的一切 就是所有一間咖啡裏面 應該你看到的東西好像你的家 其實一個咖啡師 其實也就是一間咖啡的主持人 所有東西關於這間咖啡的 應該都要做完 那你就可以不成為一個咖啡師了 好厲害啊 校長真的是校長 但是校長 你本身是自己怎樣去結識另一個校長 繼而成為一個咖啡師的呢 我入行的時候 其實都講了十年前 十年前入行 那自己什麼都不懂的啦 那跟著老闆 他說什麼 就要做什麼的啦 那其實我沒有所謂的 那始終就是 你什麼都沒做過 你就做吧 沒有拍子底的 我覺得 我平時是一間咖啡來的 都是咖啡來的 但是比較小規模一點 可能只有咖啡巴而已 那到開始 老闆可以讓我接觸咖啡機 那我當然開心 但我說你怎樣按 你的制式完全不懂的 那跟著他的指印 沖什麼就按什麼 下多少奶就下多少 那沖一下沖一下的時候 你會發覺 這件事又不知為何那麼簡單 那我覺得 那杯咖啡其實是可以有生命的 那怎樣令到 你的機械式操作的模式 有什麼另外的風味出到來呢 甚至說 可不可以給客人一個另外的體驗呢 那在這一方面呢 那我就自己 嘗試用其他方法去沖這杯咖啡 那之後第二天有個客人回來跟我說 你這杯咖啡好喝 你老闆那杯 哈哈 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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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老闆就知道 我當然沒有告訴你 對 老闆看我都知道 不是 就是我覺得就是 這些事情又不需要特意說出來的 低調了 這些賣 都說了很多次了 不是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就是這個是 你說出來 你三個老闆會 你聽不懂得上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那興趣的人又有啦 那有些人就會為了工作而來 有沒有那些年輕人 就來找你 哎呀呀 校長我想學咖啡啊 不如你教我啦 這樣呢 有啦一定有的 那他們會來學 首先是想學拉花 就是拉花對一個初入行的人 是一個image來的 只是去拍張照的 是不是 因為Moses拉過呢 所以大家都覺得 不知道可能的 哈哈 其實這東西是對一個 不懂咖啡的人 是一個挺好的image 就是我們這杯咖啡 原來可以有這麼漂亮的圖案 那怎麼做的呢 那他就來學咖 來學 怎麼去拉花 那是否只搞拉花呢 當然不可能 其實咖啡都很多 東西要去配合 才最後做到拉花那樣東西 那你這些 就是年輕的學生 雖然你都很年輕 你80後 那可能有些90後 你要傳授給他們 那你覺得他們其實 心態上 或者他們行為上 那你覺得他們 就是OK 可不可以 都成為到這些咖啡師這樣 那你有心 一定可以的 但是 就是90後那些人的想法 跟我們以往的人都不同的 就是可能對以往的人 做了多少事情 也都不會考慮 不知道 在責任心上面 是不是好像 就是我們這麼強 又不必 就是看東西表面一點 你覺得那些? 以我的經驗是 就是拉完花就走了 你真實 那當然我也都不可以 就是掛光全部 是不是 就是可能一定會有些 是真的有心去做這件事的 但是 始終就是說我們做咖啡 不是只是衝得厲害都可以的 就是起碼我們 也需要一個人 是很有attitude的 不是只是做咖啡的態度 是對任何 任何事物的態度 我們是首要 亦都是要抗傷的 就是你說很簡單 你來建份工 你不吃咖啡不重要 就是我們可以教你的 嗯 但是你懂得做人 你不吃咖啡 最近呢 有個研究報告說 就是普遍的香港人都覺得 現在跟10年前比 很難就是向上爬的人 就是那個人生 哦 你說我們這些80後 對 再且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們本身已經基層 無產 是不是 如果想向上爬 現在有一個捷徑 喝咖啡 好了 就這樣說喝咖啡 趁有專業人士 雖然他低調一點 那也要問一下 究竟怎樣去品嘗一杯咖啡呢 以及怎樣才為之一杯好咖啡呢 或者怎樣為之一杯中彩的咖啡 哈哈哈哈 價錢而已 這個可能是態度 就是我們永遠看咖啡 都是客觀的態度去看的 就是我們不會說 哪一杯咖啡是好一點 哪一杯是不好的 就是我們去喝咖啡的時候 如果你的要求是高呢 就是現在 我相信現在的香港人 開始接受這個 譬如說精品咖啡的文化 就會越來越要求高 首先就是你會不會去考究一下 哪一隻咖啡豆 在哪裏來的 可能是開松比亞 哪個產區來的 那樣 那這個產區又用什麽的方法 去處理它的果實 那樣 就是這些就是你去研究的東西 那之後我們 但當我們清楚了所有東西的時候 就開始去喝我們這杯咖啡 那喝之前就是 要聞一下我們磨炎的 豆的香氣 味道 就是香的味道 是有什麽的味道 味道 在裏面 這個就是一個 很浪費時間的玩意 那這個玩意 那這個玩意 中產啊 中產就是有那個時間 但是這個玩意 其實是 我們自己覺得很興奮 另外就是 我們怎樣去做個Rocating 就是我們怎樣有生豆 炒到那邊熟豆 那你炒的角色都有分 什麼level 炒得多熟 或者多黑 多淺 顏色 那也會有不同的 你會出現 是 聽聽聽 我好像覺得是 茶士古香綠 加這個 酒 的特別版 就變成咖啡了 喂 精品咖啡 你剛才說了一次 精品咖啡其實是什麼 怎樣去說 我現在入了一杯精品咖啡 首先就是 那杯咖啡的出處 一定要先 那 起碼就是 頭半月的東西 我已經 Catch up 了 但是我們之後 怎樣去做Storage 就是說 炒完出來的豆 我們Storage 多久去熟 以來就是去廣告 即是多少層年 10年 炒完的豆 就不能放10年的 這個不可能 我們在說 要喝一些Fresh 即是新鮮的豆 新鮮的豆 就是我們炒完了 就是我們今天炒 20日 24小時之後 我們入熟 即是店舖 咖啡師還要自己炒豆 每一天都 我們有炒豆師的 其實咖啡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入貨 原來是入一些生豆 回來的 對 沒錯 然後我們可能是自家炒的 正常 真的自家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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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其實每個店 每個炒豆師炒出來的貨 都不同 所以我們就好奇增了 萬人 會 中間 尹 神租一杯 尘首對於我外面人地 別放一聲 餓 全部 靠壞地上 金珍 但我又這樣想問一下 有多少人是懂得自己在喝些什麼的呢 有多少人真的自己走過來 就懂得跟你說 我要回菜俄比亞那個 不知道什麼區那個 現在說有 兩三成人 在客戶的角度 就開始會問 至少他會想了解 有些很簡單 只是想有一個地方去坐一下 用一杯麗梯 但有些真的想來這個地方 用一杯啤酒 或者去學一下怎樣去喝 他就會選 我們今天會推出這個 這個殘區的 水洗的咖啡島 他就問為什麼會是水洗呢 我們會說很多東西給他聽 變成有一個互動性 現在也有兩三成人會這樣做 不如這樣 上到來我覺得不問今天 Coffee of the day 我覺得我自己下不了了 可不可以介紹一隻 可能現在香港 你們都覺得多些人會吃的 這種木架啤豆 跟我們說一下 其實這咖啤豆有什麼分別 水洗這個 有牛仔褲 水洗 有條貓酥的豆 水洗 有條貓酥的豆 有條貓酥的豆 水洗 可以可以可以 埃塞鵝比亞 耶卡舌夫 我們叫做 中文就是耶卡舌夫 這個 香港人會比較熟悉一些 因為 在我們的 河內人士來講 都已經是 正義熟能場 對這咖啡的 出產的地方 出產的咖啡豆 本身出來的 化香味比較強 酸度比較高 有些檸檬 有些叫做 有些叫做 有些少許wine 等等 這一類的風味 會給你 怎麼會是水洗呢 我正在講 水洗就是 我們把咖啡的果實 因為咖啡果實 就像一粒車禮子 這個車禮子 裡面 我們要拿一粒核出來 才為咖啡豆 怎麼拿一粒核出來呢 就是水洗處理法 或者日曬的處理法 這兩隻比較簡單 水洗法就是 我們摘鮮紅色的cherry 那些叫做cherry 然後就會放進水缸 那將全部的cherry 就倒進去 那我就不理會 那第二天才回來 去看那個 這麼差的要浸一整晚的 要浸20小時 是 那你浸完之後 第二天回來看 有些會浮你 有些會沉 那其實呢 很簡單而已 你浮起了就輕一點 是 輕一點代表了是 小粒一點 小粒一點就可能 有些營養不良 那面頭的那些 我們就會不要 因為我們親身都去過一個 鎖啡種植場 去研究他們的forces 那沉了一些就會把它輸送到另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叫去殼機 就是把咖啡果實的果肉 就會撇除了 因為你浸了一晚之後 其實是 淋了 其實是一部很簡單的機器 已經可以令到 咖啡的粒 很容易拿出來 拿出來的 嗯 拿出來之後呢 就會把它放進水槽裏面 進行一個發酵 我咖啡也要發酵嗎 不是只有酒才發酵嗎 不是的 那你發酵果實裡 會散心很多叫做有幾酸 那會令到 那種咖啡 相對出來的那個叫做風味呢 酸度呢 就會高一些 還有呢 就會叫做我們經常都說 叫做bright clean 乾淨一些 那這個就是水洗咖啡的特質來的 想不到我們今天呢 我們除了學懂咖啡之外 除了學懂咖啡之外 除了學懂咖啡之外 我們從他本身的人的低調裏面 我們都發現 原來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低調 還有 說笑一點 喝多一點 喝多一點是真的需要的 是的 如果你想學得多一點咖啡 其實是喝很重要的 嗯 你每日 不用每日了 你每個星期一個weekend去 喝一杯好東西 那已經夠了 好 就等我現在 立刻約你兩個 去阿L那裡喝一杯酒 我已經去過很多次的 原來 今天謝謝你阿L 謝謝阿L 謝謝阿L 拜拜